十年前 他舍弃了都市的繁华 大学毕业回到家乡苗寨 十年来 他扎根田间地头 为脱贫攻坚 贡献青春 智慧和力量 没有他 我们也不知道 去广东打工 去班军还是做什么 我也不懂 他这样子还好 一直着工 我们真是想说 谢谢他 他都说不用谢 我们都说 本期《八贵新风行》 脱贫攻坚 奔小康系列节目 带您走进 2020年 全国脱贫攻坚 奋进奖候选人 杨宁 我们跟杨主任的采访 已经是对接了很多天 感觉他是一刻不停地都在忙碌着 现在全广西都是台风天气 直到刚刚他跟我说他在村里 我们才好不容易沿着山路赶上了他的车 那现在我们就去见见杨主任吧 你们好 请问杨主任是哪一位 你好 你好 终于见到您了 他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主员工杨宁 他是2020年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候选人 广西柳州荣水苗族自治县 安垂乡江门村村委会主任 即使是这样恶劣的台风天气 他也没有闲着 他正忙着带电商公司的人去村里收获 这个地方我不知道能不能拍摄到 此时我们这个坡度是非常大的 然后这个路边上还有青台 由于现在下大雨嘛 所以感觉我们在摔跤的边缘 村民梁发盛 今天卖了500多公斤紫黑香糯 这是苗族人千百年传承下来的独特品种 质量好 价格高 可惜以前因为找不到销路 当地一直种植的不多 江门村是自治区级贫困村 山多地少 交通不便 2010年 人均纯纯收入仅1000多元 那年杨宁从广西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毕业 回到家乡江门村当起了大学生村官 这是很多人都不理解的一个事情 大学毕业了 你怎么选择这个山村 这么贫穷 这么偏僻的 杨宁说 十年前选择回乡工作 是因为奶奶生病需要照顾 而后来则是因为这里的村民们需要她 他们是害怕贫穷的 他们也想富有 也想脱离贫困 就没有一个带动的人 他们不懂怎么去找 很需要这个人才 现在就是他一个大学能够在这里 村里面 我们村里任何干部都没有 没有大学生了 从那时候开始 杨宁就暗暗下定决心 既然回到了村里 就要帮村民们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安锤乡拥有丰富的竹子资源 但竹子收购价很低 为了减少中间环节 2012年 杨宁不仅自费到广东 海南 北海等地寻找商家 还建起了竹子收购点 以此提高收购价格 我经常是解放的鞋 这个包包 然后我那个形象一出现 这真的是村干部 就像阿姨这样削 然后人家在人家看来 村干部村官就是觉得没有本事的 看不起的 有些阿姨还会调侃 就是说 他是去锻炼的 下集成的 以后会提拔的 会上来的 杨宁很不服气 难道做村官就真的是没本事吗 他偏要做出点成绩来给别人瞧瞧 种竹子虽然收益不错 但周期太长 2014年 他又开始尝试种植高山辣椒 可惜因为经验不足 最后 他的十万块钱全部打得水漂 我觉得这也是种尝试吧 所以我的同学都说 我钱的还太多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无数次失败又重来后 转机不经意间就出现了 有一天傍晚 就准备下班了 我就站在村上回门口 有个阿嫂挑了西瓜 一切开一吃 我说这西瓜不一样 就有小时候的味道 就是西瓜原有的味道 太解渴了 而且真的像您所说的那样 特别的清甜 满满的水分 看你吃的我也想吃的 我也忍不了了 我们吃的这个西瓜 叫泉水西瓜 就是杨宁跟阿嫂买的那种西瓜 当时阿嫂跟杨宁说 她地里还有100多斤泉水西瓜 想让杨宁帮帮她 杨宁随后就把这个事情 发在了朋友圈 没想到泉水灌溉的高山西瓜 很快就被抢购一空 初次试水电商就获得了成功 杨宁很兴奋 当即组织村里的留守妇女 成立了苗阿嫂重养专业合作社 村民们负责种植 她负责销售 你都要坚持着运功出草 以后不能用出草鸡 还要做不能用花肺农药 用着草鸡是水冷或者泉水还冷 反正要坚持的 比如说一到街两三个 那时候我们是卖两块钱 那你一个时间到二十块钱 你三个都六十块钱了 三个月就得烧了 一年我们可以种两批 种两茶具 都不用这样的了 收成快 经济效益好 泉水西瓜种植一下子成了苗寨的当孔产业 十多户贫困户因此实现了脱贫增收 从那以后 越来越多的村民找到杨宁 让她帮忙销售各种农产品 2016年 杨宁动员来六名大学生村官 一起成立了苗村官电商服务中心 专门帮村民销售农产品 同时把产品推荐给其他电商公司一起销售 平时有好的东西 村里面养出的东西或者种植出来的东西 她都会先告诉我们 一个东西的话就是那个微商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的现在抖音直播 还有我们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淘宝 还有平台的这个销售 现在的话我们也会有在周二的水 还有实体店 农产品嘛土嘛主要是土 销售的情况还是不错的 一年比一年好 2017年两届大学生村官期满后 杨宁选择继续留下来担任江门村村委会主任 如今他创立的苗村官 已经帮助村民销售了900多万元的农产品 目前江门村正在投建一个农产品分销加工厂 建成之后将覆盖江门村60%的产业 晚上趁村民们都在家 杨宁打算去跟大家开个动员会 在我们拍摄期间 杨宁正在处理村里一位村民的后世 去世的村民叫梁媚安 今年55岁 丈夫前几年去世了 儿子在广东打工 平时就他一个人在家 他只会说苗语 精神又有障碍 当初第一次到他家走访的时候 杨宁就明显感受到了他的抵触情绪 一个陌生人争取的话 他会有一些那种害怕那种表现 但是从天部带了一个会苗 也从天部告诉他 我们是从而会的 给他买好多东西 衣服啊 买米啊 油啊什么的 他说每次他需要的时候 他们都会得过来看他 梁媚安情况特殊 所以杨宁一有空就会去看望他 帮他解决生活上的困难 生病的时候带他去看病 虽然两人语言不通 但是通过手势笔画和翻译 沟通起来还算顺畅 他们来他都笑得很开心 我说我们要回去了 他就去拿袋子出来 就装着他那个红薯鱼桃 他就装说给我 本性很纯着很善良 特别喜欢笑 我希望有一天能带他坐上冬车 到广东去看看 没有这个机会了 真可惜了 杨宁告诉我们 想要让村民们真正得到帮助 首先 要从情感上关心他们 这些年来 他不仅是留守儿童的妈妈 也是空巢老人的女儿 只要有人需要 他都会出现 六年前 梁海春因意外导致瘫痪 当时家里三个孩子读书 生活的重担全都压在了妻子 维翠英一个人的身上 万般无奈之下 维翠英打算让女儿辍学回家 得知这个情况后 杨宁帮梁海春按照政策领取低保金 并一直坚持自掏腰包资助他们 目前 梁海春一家 已经搬到县里的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在有关部门的协调下 还开了间小外部维持生计 当初要辍学的女儿 如今已经念高三了 像亲姐姐一样 像我和我弟弟这样 我觉得 就我有什么不懂的 就跟她说一下 因为好儿一定会放松一点压力 就是糞担下大火通知 村里的大事小事 杨宁都放在心上 而她自己的终身大事 却一再被耽搁 今年已经35岁的她 至今还没有成家 她奶奶很着急的 每次说就赖哭了 然后奶奶 说这个 这人不考虑她自己的问题 她说 你还不快点 我就 你爸就已经盖到这里了 所以我说 我对家长的亏欠 就是个人问题 还有陪伴太少 我家在乡镇 我基本上一个月 不在家里面吃一切饭 最多就是一切饭 一个月 杨宁说 当初毕业后回老家 是想照顾奶奶 但遗憾的是 因为村里工作太忙 常常付不上家人 江门村离不开她 她也离不开江门村 在帮助村民的同时 她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十年来 她用所学的知识和辛勤的汗水 为当地百姓脱贫致富 按下了快进键 也用青春芳华 书写了新时代的责任与担当 没有她 我们也不知道 去广东打工啊 去搬出去还是做什么 我也不懂 姑姑也打钱给姑娘 很好的 讨厌钱还好 她一直照顾我们 我每次都想说 谢谢她 她都说不用谢 不用谢 她能把自己的青春奉献在这里 就是对家乡 还有对家乡的富裕相信 都是有一种深的感情 才能做得到的